因为我们有四个人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愿望 我想喝红 你的衣服服饿完之后 什么都不用碰最好吃 甲鱼鸡子牛边煲 真是夸张 皇忌烧烤 这里的人很多光满点 DIY一个自己选的奖品 美国观众最喜欢的松米奖品 肉片那些我都不会想的 蠟肠 这个烧鵝刚刚上来了 你看那些汁还在流出来 那个鵝内装有些汁 师傅会放掉 一定还有些在里头 还流出来半只烧鵝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六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东莞的松山湖 今天就厉害了 今天是我的大学同学聚会 其中有一位 还是以前跟我同一张床睡觉的老友 他是东莞当地人 有他带我去找好东西吃 那就很棒了 不过现在四点钟 我们先去松山湖 当地人带来的景点就不一样 其实我都来过一次 但当时走得挺没人 火车又看不到 不是 是看那个火车是看到 但是又上不到 先后我们经过后边 还有一个万科的商场 哇 真棒 我们现在先走一下松山湖 现在是下午4点20分 这里有很多人 这里叫科学公园 据说前面还有得看黄花枫灵木的 前面这三位就是我的大学同学 先后我们就在这里出来 刚才我问过同学 他说这几栋是华为的公寓 这么漂亮的 下面就是先后我所说的那个 万科的商场 这些以外有点像回到黄沙 即是领展广场那种感觉 而且都可以黄的 当然领展广场比较黄 因为领展在西班 即是西城都会 现在黄花枫灵木就盛开了 前面就是华为小镇 我之前去带大家看火车 就是那里了 我们应该会沿着湖 一路横环一个圈 农历新年之后烧烧吃 我这个醒目还带上饭团来 他们是春游的 我真是春游的 拿上饭团来吃 你看到这些小朋友也很开心 爸妈带着他们过来 开车就开车过来 没有开车就开电动车过来 在这儿逛逛 去前面看看黄花枫灵木 饭团就吃完了 很好 这些一路走一路烧很好 各位观众 以后如果真的会回到这里 看看风景的话 设计 第一不要选择夏天 很热的时候 这些天气是很要命的 顺便晒晒就暈了 第二 最好带一点零食在身 你可以一路走一路吃 我记得我上一次来的时候 都是没有 看不到有卖食物的地方 但是洗手间又多的 这里有一个 再往前走一点 就已经看到那个 什么欧洲小镇 今次有本地人 大陆应该可以找到 我已经记得这里了 上次我就来的 至于是否这个是八丁 我当然不知道 上次我就在上边那条桥走过 之前那里有个斜坡 路是很烂的 想不到半年过去之后 变得这么漂亮 上次我就把车停在上边 还有前面这里是有巴士的 这边应该会不会就是进去华为小镇里面 我估计而已 那部都掉头走了 但是不知为什么 这个美国车也能进去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要坐小火车 要预计 这一点不太喜欢 上次我都来过了 当时我都问过很多人 当时 不可以的 手机又搜索过 都找不到 如何能进去的办法 这里就是黄花枫棱木了 今星期还未算开得漂亮 可能迟些会更好 但是黄花枫棱木一开 很快就会借 天气一热一点 它就会借 看这个就一定要紧时间 去看黄花枫棱木的路上 还在这里看到有个水池 小朋友在这里 不知道是不是撈雨 我猜应该是 冬冰冰 大家在研究究竟这个是什么花 紫棱梨 大紫荆品种 这里又不是写着黄花枫棱木林 对不对 我们那里很近 腰就是我们所在位置 黄花枫棱木 黄花枫棱木那里我们看过 很精彩 很多 我都没见过这么多 不过有问题 就是他们音乐节 刚刚开始了 现在音乐节就非常强劲 没办法 有些音乐入了咪 那就没办法了 大家都明白了 我们继续往前边 安静一点的地方走一走 在湖边还有一些露营 趁着今天天气比较好 不太晒 可以坐在那里 拿点食物进来 喝一杯美酒 吃一些佳饵 也挺好的 上面有黄花枫棱木 这里也有 此同时还有很多发烧油 过来拍照 你看 有多少同行 还穿得漂亮 我们就走完 现在 几点 差不多7点了 我们就进入汽浴 去吃晚饭 东莞的朋友 同学带我们去吃 一定是当地的美食 据说今晚还会有 烧鹅奶粉 很期待 章场有热闹 今天是星期六 因为热闹的事也是很正常 但也有点出乎我意料所爱 这么多人 这些机动游戏 是小朋友玩 又有餐馆 餐馆里面坐满人 是这样的 这里更厉害 坐到外面吃 挺好 我们就当然不会在这里吃 对吧 东莞朋友带我们在这里吃 这些不可能的 我们先去下车 我们先去下车 我们先来到餐厅 这里是吃什么呢 这里应该是顺德风味的桑拿菜 已经点了鸡 切到整只鸡都切在这里 厉害了 要先问一下多少斤 再来到下面是鲍鱼 还有这个很厉害的 大生蚝 这里还有虾 虾 这只虾很漂亮 对了 嗯 这个是餐前菜 留下老板送的 这个叫什么 扣肉 火腩扣肉 火腩扣肉 很厉害 今天我们就在这个餐厅吃 中品味的羊山鸡美食 即是先留下羊山鸡 我最喜欢吃羊山鸡 因为是淡淡肉 桑拿 下面有汤底 然后放入隔 再喝一口汤也行 又行 会吃先喝汤 我以前小时候 老人家教去吃蛇 的时候 都是先喝汤 这个五指毛鸡 我闻到很香 像绿鸡 这里有多重的份量 4-5斤 4-5斤 多少斤 通常这些 5斤还是1斤 应该是1斤 通常这些 这样桑拿的 肉要切碎一点 和正宗的是没有骨 对不对 一口等到口 我最喜欢吃这种 刚才有一个很专业的 他们也赚我 先喝一口汤 五指毛鸡 街鸡又怎能没有味道 今晚是这些 这枝很厉害 适货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是好东西 同时还有这些红酒 这是21年 这是法国的 叫农船尾道 不单如此 最重还有这个 这是梅酒 1.8升 有时间喝 因为我们有4个人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愿望 我想喝红 有一位女士想喝白 最好这里可以满足大家的愿望 大厨已经在下山豪 鸡就已经给了我 这样的 这个鸡王挺漂亮 其实在座我们这里 有三个同学都是来自广州 广州人吃鸡很有办法 很有经验 所以我们就说笑说这位东莞同学 但我们来东莞吃鸡 他应该是对这个鸡比较有把握的 试试 点一点姜葱 为什么倒不倒西渣糊 很有鸡味 超级有鸡味 这个 一倒一半你都能够 那就是了 你倒一杯 你一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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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白切鸡 所以鸡皮就没办法用滑来形容 鸡肉超棒 一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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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嗯 真是二十五年了吧 嗯 1999年到现在不久了 我是认识的 是的 我们认识已经二十五年了 就是彩九哥都说人生有多少个十年了 十年之后 真是与众不同 一边吃鸡 一边就喝红酒 真棒 这些生蠔 熟完之后 什么都不用碰最好吃 自己夹吧 嗯 我们的鸡都没吃完 就已经想试试生蠔 这个要先贪痛一下 不要直接等我口 我再继续吃鸡 这个鸡真的很滑 就算我吃了几个 我都应该先试试 这个鸡 接下来试试这个生蠔 多肥 我都没吃过这么肥的生蠔 哇 超级 超级 好脆 这个叫什么蠔 羊山蠔 没有道理叫羊山蠔 台山蠔 嗯 虾 哇 这个虾很好吃 这个叫做 小虾 对 这个叫小虾 好名 我们应该要全部夹在碗里 因为这样煮着它会老 对吗 海虾 对啊 这些海虾 通常看虾是否漂亮 这些海虾硬不硬 还有现在这个时间已经不算最漂亮的 但是我暂时刺下去还是硬的 有看我频道的观众也知道 我对吃虾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 看看它能否满足得到我 不过很热 等一等 试试一只虾 虾的虾真的果然非常之好 还要有这么大只 再迟一点 迟一点虾会更好 到春天时 五大只鲜包来的 刚刚蒸熟 鲜包鱼又第一次吃 试试 是否又是碗姜葱呢 很热 等一等 真的挺好的 用这种方法蒸 一点都不会把鸡放进去 真的 也足够吃 好像全肉厌 我们终于吃虾玩乐圈了 现在就打算出来看看 宵夜街有没有食物 看一看 这么晚也想不到现在的时间 其实已经到处一小时了 我们在酒店吹吹吹到晚了 打算出来留下宵夜街逛逛逛 跟朋友吹吹 他说原来这里是大朗富人村 是吧 附近是会有很多 很多 别墅的 那边 最有庄的村 是的 最有庄的村 还有这一座很厉害 我们今晚住的酒店 是这个 法国酒店 真是想不到 至于Room Tour的部分 等一会儿再跟大家慢慢看 很期待 而且一点都不贵 我们先看看宵夜街 可能我们来得太晚 很多店铺已经收工了 剩下前面有几间店铺 我想我们的宵夜 都是没有着落 反而镜头的正前方 即是酒店出来旺左转 还有些宵夜 我都未试过这么晚拍片 这里又有牛火窝 前边 是的 那里有宵夜 东莞延马克都旺的 大家看看这条街 虽然你不像 下午上下九 不可能的 但是是有人的 还有很多人打车回来 因为今次是星期六 可能很多人 星期六走出去玩 明天是星期二休息 就是这里了 还有雪糕批发 是不是雪糕 好啊 现在剩下的宵夜档枝 还有很多便利店 是的 我记得刚刚才经过这里 看到这里又有一间相对便宜一点的 公寓大床房 你看看 98元 是的 前边又 哇 猛的闭烟 究竟他们在炒什么 很期待 不吃也过去看看 不过我们今晚也吃得很饱 那些鸡肉超棒 其实后来 还有很多食物 我都惦着吃 懒得拍 那么 又有生蚝 又有鸡 那些蒸丝瓜 又很好吃 这里 那先看看 有沙窝粥 鱼山也有 烧烤 地摊火 这里 哦 这里烧烤 你说 好像回到福田村 那些水围村 那么容易闹错都没 那当然不止于 始终 那里都是深圳 而且那里又有那么多 香港的游客 食客去光顾 那这里肯定是少一点的 不过呢 这样坐在这里 几个朋友 打走炎宽 吃个烧烤 都挺好的 老板在这里烧着什么呢 哦 很多东西在烧烤 这里还镜 甲鱼鸡子牛边煲 哇 真是夸张 皇忌笑孝 这儿有很多人 很多的光明一点 不过我们在那里 吃到那么丰富 我应该就会来到这里 不吃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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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n 鸡子牛边煲 吃完 哎呀 下次再带老婆去试一下 不知道她是否愿意吃 我们现在回到酒店 明早见 明早我同学认为是这样 带我们吃的烧烤羊腾腸粉 其实当时 其实去年他已经跟我们说过 羊腿腸粉很出名 当然还有烧鹅奶粉 当时我就在想 羊腿腸粉 难道让羊腿下去这么刺激 吃到这么刁腾 其实羊腿是一个地名 第二个鼻字就像 广州的地名车碑那个碑字 如果你要我读的 就会读羊腿腸粉 当然跟着当地人 怎么叫就怎么叫 所以我都会叫羊腿腸粉 至于那个环节 我们明天才去 而且因为现在都比较晚 差不多两点 明早可能我们在九点钟 才早餐午餐一起吃 上去 现在就进了房间 这里就是超正 正如先头所说 这里是一个法国的酒店 雅膏 它还要是 Surface Apartment 有洗手池 有电池炉 同样地 两支水肯定少不了 对不对 茶 咖啡 肯定都不会没有 上面还有抽油烟机 抽油烟机也是用这些 漂亮的牌子 不但如此 这里还有一个微波炉 然后买完烧烤上来 放冷了就可以用它加热 再来还有一个雪柜 有雪柜也不得了 还要是这种制冷式 它不是用那种电容式的 是特别冷的 上面这里还会 结冰的 这个挺好 真的 再来上边这些 我估计是厨柜 没错了 这样这些 就不能弄别人了 再来这个 这个应该是开不了的 这个开不了 洗澡这边 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 不过也肯定不小 这里就是便便的地方 这里就是洗澡的地方 也不会有我很讨厌的那种 半透明 懒忧的那种 是挺好的 然后还有这个 有时候我们出去外边酒店 也是很需要这个 这个是做什么呢 在这里 扔一条线过来 扔一条线过来 挂着衣服 在这里吹干它 因为如果有几天 住几天酒店 它就不用 整天带很多衣服 如此同时 当然还有洗发水 但是就是这种 它们自己放进去 应该是没有什么牌子的 也有的 只是我不懂 最起码不是那种 鎖着在这里 按按按按 其实我是很不喜欢那种 至于刷牙梳头 肯定都会少不了 如此 我之前也和大家说过 我很喜欢这种 因为如果它 就是这样撕开 甚至有这些 比较多一点 整个纸巾 放在这里 给你拿 便宜的那种 好像我们前几天 在斗门住的那种酒店 那你不知道 有没有上手用过 很不够的 这个就绝对不需要担心 再来这里就是房间 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有这个 这个是办公桌 非常非常大的 灯打开之后就是这样 电视机肯定都会有 如果我要剪片 在这个位置 绝对不会说左手左脚 就算过度好像小一点 你说阿童去到 那些相对便宜的酒店 它当然会稍微小一点 这里就有几个电键 一应俱全 甚至乎还有 这里喝茶 先后朋友就告诉我了 很多有钱人 喜欢来这里喝茶的 只不过因为我们 今次是朋友带过来 我们不可以要求 是这样的 而且他已经说了 带我们去吃一些 当地比较特色的食物 所以就没理由去喝茶了 但是如果下次有机会 这么巧我又跟老婆来到的话 我会尝试一下 因为我们很喜欢喝茶 以及待定做功课 这里的全名叫 东莞兴乐亭 重山湖服务公寓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酒店房间的价钱 350元一晚 行政大床房 因为我们三个人 所以订了三间房 三百五十元一晚 非常之好 而且他的管理 是像酒店那样的 对不会说 你自己去找拖鞋 去找哪里开门 没有这些事情 那个Bellboy 很欣赞的 先生我帮你拿 因为我们拿很多行李来的 又有些零食各种 我帮你拿 搞得多不好意思 唯独一样美中不足的 就是他下面的停车墙 是比较小 比较窄 停车就有少少遗憾 除此之外 什么问题都没有 这个位置就看出去 就是景色 一来因为夜晚 二来 确实这边的景色 都不是很漂亮的 我上次去到奇风山庄 确实外边的景色 是没有那里那么漂亮的 那里真的看出去 就是一个公园 但是如果说到房间里面的设施的话 这里应该都算是我在东莞 这里住得到来说 比较好的 而且价钱大家记住 三百不是五十 是三百 三百五十 最精彩的就是床 哇 这么大张 我和他老婆两份睡都可以了 但是因为今天老婆在家 所以就无缘享受了 我们的行程就暂时到这里建筑 明天我们就去吃早餐 吃了一些当地的美食 下一个环节就会了 各位观众 我又睡醒了 现在已经睡到九点半了 睡得非常舒服 那张床 够软 因为我是喜欢睡软的床 枕头也会有软硬的选择 洗澡又有热水 那些热水又有 又够热 因为今天很冷 现在的气温是 只有十度而已 在房间里面 就是暖气的暖气又不会很干 令到人确实非常之好 在酒店下边还有这些 就是咖啡店 这里竟然还有麦当楼 昨天的时候我们 在下面停车都觉得 好像挺企丽的 楼上是住宅 都挺旺下的 有海底漏 晚上八点 晚上十点到早上七点 就是这个出入口的 又有霸王茶几 他们很喜欢喝奶茶的 将镜头转过来这边 这里还有儿童游乐场 对面又有披萨店 话说是这样 因为东莞这里 其实很多人 无论是做工的 或是本地人 没有辆车是不行的 小小像什么呢 像南海 南海也是这样的 很少人会 好像我们省城 而冲在写字楼里面 上班 各种 他们就没那么喜欢 相比之下 更喜欢自己做一些小生意 那就是本地人 我说 一不就收租 最好 要不就去做公务员 最好 然后 如果是外地来做工的 刚刚开始创业 当然是没有那么 收入封舍 就不会买车 但凡有少条件 都应该是会买部车 因为现在 买车真的很便宜 有些 有些美国车 我们会叫合资车 都是六七万元 甚至乎五字头都有 在这里申请 车牌 不是隔离汁 而是申请车牌 亦是很简单的 昨天我都问过同学 很简单 本地人更加不需要 有任何门栏 但是如果是外地人 就做少少手续 就行了 就像我这些 想上一个东莞牌 其实在这里很容易 这里还有超市 又有卖零食 还有屈神市 卖化妆品 而且应该都开了门 我带大家先走下附近的街景 因为我的同学 又未起身 我便出来走下 早起身 对面又有 这里又有 KFC 至于这里 竟然还有写字楼 瑞幸 咖啡又有 如果咖啡引起 下来这里买 都可以的 虽然看上去好像 穿 但其实 一切都是 比较 齐备的 各种配套 你想喝喝吃吃 绝对不会没有 就像前面那样 蒲发银行 这边是大浪资产公司 我只是猜 我真的猜 我没有问到同一个 昨晚太晚了 我猜应该是 收租 因为是 租屋帮手 收租 那个动作 我猜应该是这样 尤其一些比较大的 店铺 可能这些 也不奇怪 旁边还有 青年公寓 我不得不提的是 酒店里面 其实是有 自作早餐的 有包含的 而且不像我们上次 去到珠海 上次我没有说 早两集的时候 我们在酒店 便宜贵便宜 在酒店那里住 只包含一份早餐 我们还要再给18元 好还好 总体来说也好 但是这里不需要 自作早餐 欠你那一份半份 说坦白 有很多客人又不吃 有很多客人 两个人 只会吃一份 之如此类而已 而且自作早餐 个个吃一点都可以 这里比较大气 有两份早餐 不过我们不吃了 我就想上商场上边 看看 这边也有面 又有海底搂 因为我不知道 别人是相从开尾的 开尾 我会上去 有麦当努 刚才也说过 焦黄 辣焦 我前面还有71便利店 这边配套就非常好 对面的屋 大家猜猜多少钱 昨晚我都跟朋友在吹水了解过 大概了解过 跟以前比起身 真的有很大的降幅 在这里 大朗最贵 最漂亮 包括华为那边 6万元一平方米 到5万左右 当然 这里对面就没那么贵 大家看看价钱 8千元 差不少 这些重山湖畔的 都是四百多万 很漂亮的 我们昨天住在那里 门五毛献房 只有一百六十万 17千元一平方米 这下如果真的要买 虽然不可能 我反而觉得这里好像挺好的 我带大家去前面 茶楼那里 在门口看一看 因为如果真的 今次是我和老婆两个人来 我应该会在那里喝早茶 叫官海 好名 这个就是我们住的酒店 就是在这里楼上 雅思郭松山 户服务公寓 很棒 很棒 看这里剪头发价格 洗剪不吹 四十元 又好几 最贵 唐厌值 一行 238元 我只是会洗剪吹 四十元可以 这里进去就是我住的酒店里面 这里就是喝茶 好像很高端 装俗多漂亮 后面的灯 看上去都应该不便宜 我有看过的 昨晚在房间里面 都有写到 说 有得外卖服务的 大概是二人餐 人均消费六十元左右 还有落地玻璃 又有房间 这些房间 挺企丽的 一家几口 过来喝早茶 不错的 这些停车场又够大 旁边又有一个商场 真是豪华 我现在来商场这里 很多店铺是未开门的 只有超市 还有我们经过餐厅开门 这里就是卖车的 这里是大堂 中庭 挺大 楼上是我们住的地方 如果作为一个游客 比如我和老婆 来到这里住 挺好 游重山湖 但是前提一定是有车的 因为始终交通工具 不是非常发达的那种 其实东莞和南海 都差不多是这样的 又可以来超市 购物 其实超市看上去不是那些 市场边的便宜的超市 来买一瓶水 买杯面 各种都可以的 而且这里上面 又有这么多人住的话 超市应该 配套都是挺齐全的 超市我不进去了 因为老婆 没有陪我来 难道买洗衣液回家吗 买鸡蛋吗 应用时间都可以的 7点半就开工 这里是停车场的 我说商场里面 没有可能大家都看到的 我朋友同学已经过来的路上 驾车过来 他会带我们吃最精彩的 烧鸽奶粉和羊腿肠粉 接下来的环节我们等他 等本地人带我们去吃些好东西 几分钟的车程我们来到羊腿肠粉 我们现在先吃些肠粉 老板在那里已经烧烧鸽 我现场在炉上烧的 肠粉最主要是配角 我都不怕说了 重点是这个 至于这边在拉肠粉 是这种大盘来的 像潘鱼那种做法的 还有我看到它们好像没有夹菜 但是是不是就不知道 而且配料特别多 不像我们广州的千篇一律 还有我看到美国特色的肠粉 粟米肠粉 这边也是有的 这边又是做肠粉还是蒸粉呢 我猜是蒸粉的 因为你没理由做两个档 这一个 我在潘鱼曾经吃过那些蒸粉 还有在府门我都吃过这样的蒸粉 有三蛋肠 我点了三蛋肠 我现在DIY一个自己选的肠粉 一个美国观众最喜欢的粟米肠粉 肉片那些我就想了 我也不会想了 粟米腊肠 可以吗 像煲仔饭 再加一个 粟米冬菇腊肠 像煲仔饭 好像回到新华市场旁边的煲仔饭 我们现在就上到这里吃早餐了 你没试过吃腸粉 吃到有间房里面吃腸粉 真是小 所以当地人带路是不同的 他就计划我们要半只烧鸵 现在还在烧鸵的只烧鸵 还有几分钟出炉了 腸粉我们点了多少份 三份 吃得完 它不是隔鱼那种 你们有没有一个鲑鱼 棉花生吃的腸粉 10元 在盘子上 很夸张 用上来 牛肉 杏蛋 这个是最传统的 吃 我还没吃过 首先看这些腸粉皮很薄 还有没有夹菜 我最喜欢这两样 还有大家可能看不到 我嗅得到 那些油 花生油 超级香 我喜欢吃的腸粉 的三大元素 都齐了 现在就有两个 这个是三款蛋 是鸡蛋 皮蛋 还有什么蛋 咸蛋 这些够特别 够创意 这个还有创意 这个应该你美国观众很喜欢 有粟米的腸粉 还有这个我点的 腊肠和冬菇 先看看 我先拆解少少看看 我试一下这个 我夹一片 这样 多软 多滑 好似柳质 很厉害 小时候吃的布拉腸 有少少那种感觉 好 我接下来试一下腸粉 有腊肠 这样的 挺有的 嗯 都是 花生油很香 每个师傅的腸粉 教的办法都不同 我们说两个极端 一个是很爽的 就是那些 做得好像猪肠粉 薄还薄 另外一个 就是像这种 这种流质的 我更喜欢的 在营州吃的那些 都是来来去的那几种 这些又有创意 而且这些配料 又不是做一些古灵精怪 都是平时我们 广东菜会吃到 什么臘腸 冬菇 粟米 其实粟米是挺健康的 相比之下 落粟米 对比 蔬菜 其实粟米 我更容易接受到的 吃一条腸粉里面没有配料的那种 豉油和腸粉 吃起来都吃得到迷味 说明师傅开这张 很有办法 不是说它放很多不同种类 混合到 好像化学品那些 它真的挺好 而且它里面还有些葱 葱 腸粉 还有豉油 全部搭在一起的时候 很搭 很搭 我先试试这个 现在有 好 搭哪一边的这些 接下来试试这个 这个是三蛋 有咸蛋 我很喜欢 咸蛋黄 在口里化开 很酷 很酷 它联想的很多 嗯 都很多 就是 众所周知 大家有看我的影片都知道 我对腸粉要求都挺高的 东莞的同学带我来吃鸡 和腸粉 挑战是很大的 都很满意 都很满意 我以为 因为来吃 烧鵝奶粉 那个是主角 这个是配角 想不到配角也那么出色 尤其我这么挑剔 吃肠粉的人 都可以 哇 这个烧鵝刚刚上来了 你看那些汁还在流出来 这个烧鵝内容有些汁 师傅会放光它 肯定还有一些在里头 还在流出来 这个半只烧鵝 我不敢夹得那么散 我假设没有夹过 我夹够这一块 假设没有夹过 因为我拿着摄影机才可以 有优待夹 还有那些烧鵝师傅 他会将那一层肥膏 很轻轻起了出来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 烧鵝其实有 即我又不是太肥 我不是很像这里 但看到肥膏不是很肥 还有皮像那种 扁皮鸭那种 那种皮是挺厚的 如此还有一个奶粉上来 是否不碰酱 你们这一般不碰 一般不碰 还有这个 这个很厉害 还有一个奶粉 真是夸张 有菜 我们在广州经常说 奶粉就是那种 这种是东莞奶粉 正宗东莞奶粉 山地的汤 没有那么热气 没有那么热气 上次我跟大家说过 另外一位东莞的同学教训我 每个镇做法都不一样 这里的做法就是山地汤 为什么呢 喝完这些汤吃烧鵝 就没有那么热气 真棒 今早我没有懒惰去吃早餐 或者麦当劳 否则 这样就糟了 真是 试试烧鵝吧 哇 你看 嗯 咬之前 再给大家看一下皮 对不对 挺好 好 哦 还打包烧鵝 给酒 嗯 嗯 奶粉一路就吃烧鵝 真棒 先喝一口汤 嗯 我又来了 刚才我吃了这个部位 下装 有骨 肉多的 这部份 应该是肥一点 这个 还有呢 这里 还有一个烧鵝腿 还有 我最喜欢 就是吃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 这些 很坏 嗯 再蘸少少酸梅汁 接着 放在碗里 蘸少少酸梅汁 又会味道如何呢 嗯 肥膏方面 又不会说 吃得很油腻 吃得整嘴油 如果真的觉得这样 吃少少 蘸少少 烧鸵汁 吃点 奶粉 油汁一直滴 在奶粉 汤里面 最后 喝少少汤 真棒 烧鸵皮和烧鸵肉 好像两个世界一样 一个是有咬口的 一个是很香脆的 但是一起吃 非常好 像什么 这些饼干里夹了 芝士那种感觉 东莱人都必须要以一碗烧鸵奶粉 作为早餐 都不是每天是这样的 我去 石龙会吃得少一点 石龙不多 但是去常名就很多 那个什么肥仔 还是叫什么名字 我不太记得 都挺好吃的 嗯 这里就分开泥妆 那些是一个单点 单点 这个就是一例烧鸵加成粉 是吗 但是至于烧鸵 每个阵都有不同的区别 会不会呢 汤底是一样的 汤主要是一样的汤底 嗯 这些韭菜是这样的 这些韭菜是咸的 这是葱 葱来的 也有韭菜 这个是韭菜 不好意思 但是就是咸的 总之这些蔬菜 我还是淡口的 真是与众不同 现在到中间这一部分了 哇 这部分其实是我最爱的 嗯 点点一点这个 这里光点再给大家看看 那个皮 挺有趣的 那些什么一年两年的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 跟这个比 大家觉得哪个好呢 还有呢 其实在广州吃到大多数 皮都是很薄很亮的 这里是厚很多的 五口汤 再清点热 清点油腻 再继续吃 哇 半只 你猜我们四个人吃不吃了 有点难度 你吃不吃了 你用点心机 吃过了 现在就来到最后一个环节 喝咖啡 就是这里了 厉害 还有几个警察 在门口 环境 想不到进来 有一番天地 看门口好像 好像不太大 进来 还有二楼上去 又不是在这里喝咖啡 但是经过这里 看到这么大的地方 可以在这里慢慢享受咖啡 吃一件蛋糕 谭冠杯 哎哟 真是懂得喝的 好搞笑 我们点餐 也是数码点餐 比如一杯美式是22 冰滴就45 还有牛奶 巧克力 叫朋友 以此同时还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连咖啡豆都可以卖 对啊 好 我们的饮饮就到了 是这样的 哥伦比亚的咖啡豆 很厉害 至于我不是喝这款 我喝一杯浓缩就可以了 至于我就是这个 一口喝光 旁边还有一杯热水 我要求的 要冬天我会要求冰水 只不过 通常我都是在星巴巴喝的 油脂也挺丰富的 你看 挺好的油脂 你看那些油脂 它的意识就是这样 是的 很满意 好了 随着喝完这杯 这麽正宗的意识 Expresso之后 结束影片了 东莞 两天之内非常满足 很多东西都不同的 各位观众 下集见 拜拜 分享这部影片给你的朋友 又或者帮我点个赞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